随亏精力不足 脾虚体力不足 胜虚耐力不足 为什么中医说 随亏精力不足 脾虚体力不足 胜虚耐力不足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首先呢 随亏精力不足 像有的人天天总是精神萎靡 总感觉很疲惫 想睡觉 脑子里总是昏昏沉沉 记不住事 天天丢三落四 像这种情况都属于随不足 中医认为 今生随 我们的脑子又称为随海 随亏不能充养脑海 就会出现精力不足 总想睡觉的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呢 就要注意 甜筋益水 其次是脾虚体力不足 体力不足呢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没劲 那体力其实就是肌肉的力量 中医讲脾主是脂 肌肉需要靠脾为运化水骨 吸收其中的精华部分来充养 如果说一个人脾虚了 运化能力失常 肌肉总是得不到营养 体内肯定是跟不上 像这种情况叫注意 骨皮健脾 最后是肾虚 耐力不足 耐力也就是持久力 那这个其实比较广泛 比如说你注意力 集中的时间长短 对于劳累的耐受程度 甚至是在防尸上的持久度 都是你耐力好不好的表现 我们都知道 肾长筋 肾筋是我们人体 各种生理活动的原动力 所以肾筋足的人 一般耐力就比较好 相反的会出现 注意力不集中 容易分神 严重的会出现功能下降的问题 像这种情况叫注意 补肾填筋 不过要提醒大家 中医看诊呢 讲究辨证论治 所以如果大家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地方 要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不可麻木的用药